那么下面咱们继续 接下来咱们给大家了解一下账户的管理 这个只是当做了解 而前三个非常重要 听得清楚了吧 这个当做了解 所谓的账户管理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说一个道理你懂了 我来上海之前差不多9月份 应该是9月份还是8月份 我在北京的时候和 Python几期的 四期还是几期的一个学生 他比一样的去工作了 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吃烧烤 最终我们在聊天 我说现在工作怎么样 这个说了很多 然后我说你们这个Circle语句 在真正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就是真正的只用查询 他说东哥真的就是只用查询 差不多 100次里边顶多用更新 用那么几次 差不多都是查询 我说那应用的没什么问题了吧 他说东哥还行 但是我那天差一点我就废了 我说为什么呢 对我执行了个select delete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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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然后最终的那个Circle语的目的是 把所有的全删了 我不想执行 但是我写错了 我一样回来之后我好紧张 对吧 他那个数据什么 他那公司是做的 所有的那种北京的那种 什么呢 超市 比方说211 不是211 711是211吧 711 711 711就是北京的相当一种超市 就像上海的莲华 还是华联 北京的叫华联 南方好说叫莲华 你到北京你不一样 那么他们干什么呢 像这种什么711 华联 只是举个例子 像这种超市里边 他会安上一些系统 干什么的呢 他会采集每一个用户来你们家这个超市买的东西 举个例子 我去买东西的时候 我往往会买什么 有可能我会买瓶饮料 然后呢 随便我又买了个东西 随便我又买了个东西 OK 我本来是想买饮料 但是我一看 这个地方有个什么东西 我一起买了吧 省得我又来跑一趟 是不是一起买了吧 那么他把这个数据采集到他的服务器上去 接下来通过Python数据分析 分析出了什么结论呢 比方说 大量的男性或者是购买的东西里边呢 出现了可乐 举个例子 出现了可乐和尿不湿的概率很大 那有人说了 男性还要带尿不湿吗 不是说男性带尿不湿 而是给他孩子用尿不湿 你听懂我意思了吧 也就是说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这个公费分析 大量的买可乐的人 最终他买了尿不湿 那你就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起呀 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 冰箱就在旁边 尿不湿就在旁边 为什么呢 效率高 你听懂我意思了吧 如果他是把尿不湿放在一个 是个嘎啦里边 谁能看得见 就不买了 那么销售额就低了 销售额就低了 他这个赚钱就低了 听懂我意思了吧 那么那个学生呢 就是做了这么一个数据分析 他用到的数据库 他用到的数据库 每天有大量的数据统计出来 因为每天一个超市里边 是个大量的用户 说买东西呀 买了什么东西 买的是什么 什么时候买的 是吧 全部都有 因为北京很多家店 他们都已经谈下合作来了 就装一个东西 装到你的电脑里面去 装一个软件 你定时的把数据 传到我的附近就完了 然后我收你的服务费 你有可能我一个月 收你五百块钱服务费 这种可以了吧 我会根据 全北京的超市的零售统计的结果 我会给你一个建议 你应该把什么 放在最明显的地方 你应该把什么 换到某个地方去 听懂了吧 数据分析 这就是一个道理 最终就分析出来的 买可乐的人 就是和买尿布式的人 比例关系很高 就一个道理 那么那个哥们呢 不小心他就说 我差一丁点 我就把我的数据库 全给我干了 还好 我老大给我的账户 没有删的权限 当时我就在想 哎呦没有删的权限 其实就是咱们原来 讲解雇的 是不是账户管理呀 我说你看 谁让你原来 你学的时候不好听呢 对吧 那么账户管理 干什么用啊 我可以给你 非root账户 咱们的myser 是不是现在 最后一个账户 叫root 什么权限都有 那我肯定不能给你 这么高的权限 你万一删了呢 你万一把库删了 跑路了怎么办呢 对吧 我绝对不允许你这么做呀 因此呢 在实际的开发里边 张三去了 给张三建个有份名 李四去了 给李四建个有份名 再根据张三用到的数据库 我给你指定 你可以用哪个数据库 甚至是可以给你指定 你可以用哪个数据库里边 哪个表 你听到我意思了吧 都可以给你指定 甚至是还可以指定 你能用select 你不能用update 你不能用印刷 这都可以指定 听得清楚了吧 简而言之 账户管理 目的只有一个 保证将来数据更安全 更稳定 否则 你数据被做破了 你哭都没对哭 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 那么来看这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要看一下 怎么去做 那么这个账户管理 简单来说 它分为很多种 就是负势力级的这种 就是往往咱们这个 入持账户 就是拥有最高权限的这种 那么还有什么数据库级的 表级的 以及自占级的 以及囤属级别的 就是根据你将来要做的东西 我给你限定到 你可以对哪一个数据库有功能 你都可以对哪个表有功能 其他都没有 就讲言之都可以设定 都可以设定 那么咱们这个地方呢 就讲言之 咱们是以数据库里边的 这个数据表为例 给大家讲解一下 看这 首先说第一个 数据权限 那么数据权限应该是怎么做的呢 第一步 咱们要创建一个用户 创建用户的时候呢 顺便给它一个权限 对吗 为什么咱们的这个root用户可以登录 对吧 为什么我不收MySQL这个密码的数据 登不进去 其实呢 在咱们的这个MySQL数据库里边 有一个数据库 叫做MySQL 在IDBMS管理系统里边 有一个数据库的名字 叫MySQL 就像和京东是一个 齐平的关系 来什么 看这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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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bases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个数据库 叫做MySQL 这个MySQL数据库 首先确定点 不要随便动 让你别随便动 你老老实实在 最好是把它忘记 最好了 Use MySQL 我用一下这个数据库 我干什么呢 so TBOSS 这里边是不是有很多 很多张表 你的权限 你的所有的一些东西 全部都在这 这个数据库可不能随便 那么咱们 那个root的信息 在哪里 看这 是不是有个东西 叫做user表 来 DESC 咱们看user表里边 有哪些字段 走 看一下 有host的段 有user的段 有再个 是不是有很多 很多 user 这一列 就是你可以登录 MySQL用户 这一列 就是你可以通过 哪个地方可以登录 百分号表示 任一台电子登录 localhost表示 只能本地登录 原来这是什么呢 你通过MySQL 你连接 你同桌的无弯图里 连不成功 因为你并没有那种 百分之F的账户 好了 账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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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个叫root 看得清楚了吗 这个root 就是你再去用MySQL 登录的时候 那个root用户名 如果这个不叫root 不好意思 你也就登录成功了 就有道理 那么我接下来 想要建的用户 是干什么意思呢 说得直白一点吧 就是像这个表里边 添加一个新的用户 听得清楚了吧 添加一个就可以了 那么关键点是 我咋知道你的密码是谁呢 他们自己挑 想要查看密码 就写上 authentication 什么什么 street 把这个哥们写上 那最终查出来的结果呢 咱们去试一下 这个特别长 入车 登密码 他为什么不是MySQL MySQL就完了 为什么他不存MySQL MySQL如果要是存上 那么接下来这个数据库 要是被别人复制走了 那么请问是否 他就可以查看到 所有的用户名的密码了吧 所以说真正在去一个网站里边的密码 都是加密之后的 你在当当网 注册了一个用户名 有个密码 你那种浏览器 点了个注册的时候 当当网 只要收到了你的请求之后呢 把你的用户名 把你的密码 把密码 只是密码 用户名不会变 把你的密码通过哈希 通过MD5那种加密 加密成一个唯一的值 然后扔到这里边去 听得清楚了吧 咱们哪个地方会加密呢 在学张高的学登陆 学注册的时候 咱们自动的就会学到这样的加密 什么各种研呀 所谓的研值到时候 你就知道了 不是不是beautiful的那个研值 是那个研 sort 好了 这么 这样的研值 用户名 密码 当你在登陆的时候 他得到的密码 就是经过加密之后 和他进行对比 如果对比成功 他也登陆 否则不登陆 好了 那说了这么多 我最终想要干什么呢 创建一个用户 给他一个权限 同学一看就到了 创一个用户 给他一个权限 我建了一个需求 看着啊 想要创建一个用户 给他一个权限 怎么做 很简单 grant 权限列表 on 哪一个数据库里边的 哪一个表 to 新的用户名 将来他可以通过哪一个机器登 百分号就是任意机器都可以登 localhost的只能当前 你自己的五百分号可以登 identified by 就是密码 用户名 密码 我将来可以用哪一台机器登 写在这 我可以对哪一个数据库 有哪一个权限 对这个数据库里边的哪一个表 有这个权限 听得清楚了吧 那么 把这个东西 只要按这个语法写上 将来你就可以创建一个用户 那么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举个代码 说一个代码一种了 创建一个老王的账户 密码为12356 只能通过本地访问 并且只能对京东数据库里边的所有的表进行读 操作 就言为这就是select 操作 怎么装的呢 看账 对不对 这个放在这 这个放在这 本地放在这 只能对京东数据库放在这 然后读 放在这 听得清楚我的意思了吧 把这样一个关系 放在这 之后 这样的你可以创建 创建的前提是 必须以root管理来登陆 咱们先以root管理来登陆 说得直白点 我现在所说的添加账户这个东西 在真正开发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会操作 为什么呢 你是拿到权限的人 而不是分配权限的人 听懂我意思了 你的老大给你权限 当你离子的时候 你的老大就要把这个东西给它盖掉 否则的话 你是不是有可能要远程登陆了吧 不就像那个斜程一样 不就算数据库了吗 那么一般都是老大给你分 你当着了解行了 首先通过root管理员 root账户登陆 接下来把这个哥们写上 请问他们这啥意思 grant 新的用户名 对这个机器 就localhost的密码是12356 然后我对哪一个数据库 京东数据库里边的所有数据表 所以点心 意味着是京东数据库里边的所有数据表 这个地方必须 你要定位到表 而不能支写数据库 听懂了吧 你不确定 我接下来对这个数据库里边哪个表 有什么权限 那你就直接点心 所有表都可以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不是查找 这个是此时的权限 这个不是咱们原来所说 什么select什么什么 from那个 不是那个了 听懂了吧 这个是权限 机器味道 新要创一个老王账户 它的密码是这个 只能通过本地灯 它对京东数据库里边的所有数据表 拥有 查询的权限 除了查询之外 所有的都没有 就这道理 听得清楚了吗 好了 接下来啊 咱们就登陆 我接下来 我以这个给大家试一下 因为呢 我刚开始已经登陆了 是不是就是以这个root管理员登陆了吧 所以说懂吗 直接把这句话拿过去 这个粘贴 今天是怎么回事 粘了啊 看到 我对京东数据库里边所有数据表 有这个功能 老王 请问当前这个表里边有老王吗 没有 没有老王这个账户 这里边是没有的 那么接下来 我三二一 走 成功了 我再去select you the host from 这个的时候 大家看 怎么的 是不是这个地方 加了个老王 而且他的host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六个host的吧 只能本地登 啊 只能本地登 来 等一等试试吧 等一等试试吧 Exit退缩 接下来 mycircle 然后 -you 老王 -p 多少了 123456 全部都得了 了 来 so Baitabases Mysicle数据库是不是没有 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是默认自带的 请问除了这个之外 是不是全部都没有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账户 此时此刻就只有京东数据库的债点权限 别的都没有 这就是实际开发的时候 就给你限制了 你就只有这个数据库权限 其他都没有 完了 你即使想要造补散数据库 你也没在功能 他们怎么办 用着京东 那接下来用啊 该怎么用怎么用 来 select 行 from 固子 from 固子 开启 是不是也没问题啊 要懂吗 我把这个小霸王学习机 给它给成小霸王游戏机 update 固执表 set name 等于啊 小霸 霸 王 游戏机 然后 where 121 121 谁呢 ID等于23 走 update 这个对前面写通 update 大家看 update command denied for a tool user 就是 delight 就是相对被拒绝了 是吧 被拒绝了 什么意思呢 你不能对它进行修改 听了解说了吧 没在权限 那么插入呢 同学们 你可以以后再去试一试 插入也没在权限 来 能对京东数据库里边的所有数据表应用所有权限 好了 我再创一个 exit 我推出来 我买色口 买色口 然后 最后 登录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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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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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叫做name 叫做host 然后from 由得了 from 哪写错了呀 name 不叫name 叫由得 叫由得了 让他们看着 是不是这个地方 原来老王在这 是不是现在我加了个老李 你没发现后面是不是写了个百分号 意味着什么呢 任意机器都可以登录 原本这就是 你可以现在用你的同桌的Ubuntu 去登给你的色号了 登你的这个数据库了 都可以登录 但是这么多 我一会告诉你这么多是在玩谎 不要这么多啊 你只是了解就可以了 好了 我推出来了吗 我又穿一个老李来看着 my circle-u 老李 老李 然后-p 12345678 走 so database 然后use 京东 好了 接下来 so tbos你看看有这么多表 是吧 select 看啊 首先看一下 select from 故事 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 update 谁呢 这个叫做 故事 然后set name等于 小霸王 游戏机 然后v121 然后idea等于23 这个是不是可以啊 能看得出来了吗 我要是没有给你所有的权限 或者说我给你的权限里边没有update 不好意思 我给你什么用什么 听你清楚了吧 这就是给他所有的权限的一个demo 好了 创建一个账户 可以让你用另外一个账户 以及另外他的权限去登录呢 套到设计库呢 这个就基本上就说完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 我再简单给大家当作了解啊 你了解一下这些东西 想要修改权限 这个当作了解啊 都是当作了解 你知道怎么会是事情了 想要修改权限怎么做的呢 你还能写上grant 写上新权限的名道 接下来呢 on数据库 还是原来的京东.星 还是原来的老王 还是原来的lookalhost 只不过在会面加上一个位置 grant option 就相当于去修改他的这个信息 好了 看这个图啊 我这个图里边就是 昨天呢 我刚接的图 新的啊 一模一样 登录 接下来注意看 我在这个地方 他原来的时候 是不是只有select啊 对吧 但是现在我又加了个什么东西了 你没发现我现在是不是有加个insert啊 无非在对后面又加了个什么呢 就加了个with grant这个option 填这个东西之后 切记 首先要flash private leads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刷新权限 就是你修改了权限 刷新一下 它就生效了 切记啊 这叫刷新权限 我推出来 接下来我一老王登录 接下来我查询没问题 看着 接下来我insert的图 起来 可以了吧 大家看update为什么还失败 我insert的成功 为什么update失败 因为我在去修改权限的时候 是不是我给他加了个insert 但是我没给他加update 是不是update依然用不了呀 这就是修改权限 听得清楚了吧 一般情况下呢 你把登山改的权限给他加上了 你要是把那个delete 把我给他抹掉 就是把delete给他抹了一下 就是登 改 查 把这几个给他加上 把3 就把delete给抹掉 他就用不了delete一下 请问用不了delete 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呀 是不是你不管怎么说 你散不了库了吧 但是如果这个哥们 如果心眼太坏 怎么办 看来你们原来考虑过这个问题 update 什么什么set等于离或者等于零 后面不写where意味着啥呀 那不全开吗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明白啊 还是有办法来弄啊 我们如果你觉得你刚刚写的那个密码 不想让他叫12356了 你想让他叫123 updateUder set 首先你要选择一下那个数据库 是不是首先要选择一下什么mysert数据库 updateUder set什么authentism 什么k-sense training 等于 注意了 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不写123 为什么我不写123 写了个password123 因为人家本来这里边 咱们刚刚用的哪一个了啊 这个用户当前没有权限 我一不查了啊 咱们那会儿是不是查出来的这个现象 咱们那会儿查出来的现象是 是不是这么一拖的东西啊 对吧 你直接把123放到里面去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在登录的时候 你的密码经过加密之后 必须是123才行 但是他加密之后的结果 是不是一定会这么一拖头的东西了 因此 你最后想要改密码怎么办呢 用password相当于这么一个函数 对123进行操作 操作完之后 这个函数的结果是谁 这个就等于c 能列个意思了吗 where老王 只修改老王了 改完了密码 改完了权限 切记 那么刷一些权限 还好使 现在您说了 那么 我刚刚添加了个老李账户 请问老李咱们刚刚添加的时候 是不是写了个百分号来 那百分号意味着什么呢 可以远程链接 言外之意就是你现在用root 跟本就连不上 研究是什么 你过一回你可以试试 我只是给大家说这个过程啊 如果你开了个新的你的Ubuntu上的电脑 你要连接你同族的Ubuntu 来你这个图形界面给他说 打开你自己的弯图 打开这个窗口 你敲上MySQL 然后-U -U什么什么什么 -P什么什么什么 请问这是不是用户密码了吗 我想连接我同族怎么办呀 -H写上IP地址 比方说 我说通常你的IP地址是多少 比方172.2 我这假如说172.16.7 这个110-H 指定连接哪一个IP地址 然后-U指定用户名去连接他 指定密码去连接他 那么这个用户名 是否能够成功的连接 这个服务器的上的MySQL呢 -P -P是啥他们 这是啥意思 host past这个port 请问是不是端口啊 330就是端口 MySQL不是端口3002 那么一般mode都是3002 好了 那么是不是这意味着 是不是连接我 这个指定的这个IP上的 是不是MySQL吧 这么连接 你还连不上 怎么做就能连上呢 这个地方呢 我给大家写了一个教程 如果你要是本来老里 就是百分号了 还连不上 你怎么办呢 打开这个 咱们原来说过了 这个用速度打开 用速度打开 速度打开这个文件 咱们在第一天讲解 MySQL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了 这里不是配置啊 打开这个文件 这个地方呢 这个颜色不太一样 所以说看了不太清楚 我写了个注释啊 你的里边 这一句话前面 是不带警号了 就是有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呢 就是band address 127.0.0.1 请问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绑定了本地的 127.0.0.0.1 这个IP 那么也就意味着 其实就是TCP服务器的一绑 band 绑那个IP 请问咱们TCP服务器 在绑定的时候 都是绑谁啊 你绑过IP吗 你是不是都是写了个双引号 空的 是不是让你这个程序 接下来自动适应了吧 那那个时候意味着 如果你的电脑上 有两个IP 有三个IP 有四个IP 你都可以进行请求服务 那么如果你要是写了个127.0.0.1 即你的电脑上 既是有其他的网卡 既是有其他的IP 也不服务 听懂意思了吧 把这句话前面加上个警号 把这句话给他注释了 然后速度 service MySQL restart 只要那么多之后 重启之后的效果会是什么呢 你问你的Ubuntu里边 用这种格式去登录的时候 假如说老王有这个权限 假如说老王是百分号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登录了 听懂我意思了吧 老王 你看他说了 access denied for什么什么什么老王 这是帮你登 因为老王 同学还记得老王 咱们是写了个localhost 还是写了个百分号呀 localhost的老王 登不了 你要是写了个老李 前面老李是不是那个地方 是不是百分号呀 老李就可以登 接下来完全可以使用 这就是远程东路 那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 要写上了一个善用啊 你能连 别人就不能连吗 IP我用扫描器扫出来 端口你即使坏了 我用端口扫描器 也给你扫出来 你只要保证 你这句话给屏蔽了 请问接下来 我的用户名 一般是不是有个root呀 用户名都确定好了 一般都有root 那最终不确定的是什么呢 密码 从网上把好几机的密码 这里挡下来 暴力登录 那么接下来我告诉你 用不了多久 你的大门就被公开了 公开之后 接下来你的数据 有可能是不是全被添了吗 就这么简单 因此 你要把这个 你用起来很方便的功能 你要考虑明白 你用起来很方便 但是说 东哥 数据有点问题了 我今天我已经十点 我已经回家了 我接下来我还要打车去公司吗 那我能不能直接用my circle 我直接连我服务器里面my circle 你这么多能连 没有问题 但是别人是不是也能连呀 这么多是在玩火 所以说咱们一般怎么多呢 那一般怎么多啊 我背着电脑回家了 然后服务器在公司了 我怎么用我怎么多 用ssh去链接 ssh里边 且为是不是相当于让咱们去登录用户名 是不是有登录密码 他在没有确定用户名是谁 用密码是谁的前例下 我告诉你 基本上是咱们开的 因为说他破解那个密码 根本就几乎破不出来 但是要破解你的数据库的密码 这个就很要破了 因为用户名已经确定了 因为如果用户名的话 其实用户名不确定 是不是密码也不确定啊 两个不确定 但是这个肯定root能用啊 所以说 如果我真的想要远程后的数据库 ssh远程登录 那就可以了 远程登录之后 请问是否也就意味着 我现在用的东西 是不是相当于我直接在哪层物版图上 使用是不是一样样的了吧 因此这就没有任何问题 好了 这个对中我想给大家表达意思最挑 如果有一天我当了老大 我有好几个小弟也来去写Python的程序 为了防止这个小弟 他肯定是个新手 是吧 要么不是新手呢 要么就是怎么样 我为了防止他对我的数据 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 这个修改的话 我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我给他创一个用户 我把权限能删的 全给他删了 只给他留那么一丁点的权限 那么请问 接下来是不是 他就用这些权限 能只要能够做到事情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吧 这就是权限管理的一个目的 那么怎么管理 是不是就是刚刚我将给大家说的 通过这种方式 给他创建用户 签一下权限 通过这种方式 修改权限 通过这种方式 这个修改密码 通过这种方式 是不是给他用远程连接 但是这种我说的 最好不要用啊 最终一个特点 你就可以用了 如果你要是实在连不上 看看这几个原因 是不是端口改了呀 或者说这句话到底设置了还没设置 最后一个 当一个员工离职的时候 切记要把这些东西删掉 听懂意思了吧 一般呢 用drop 这是两种方式 这个和这个都可以啊 请问这是啥意思 delete from a user where 什么意思 是不是从买设计数据库里边 user表里边 是不是把这个老王给它删掉吧 推荐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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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用你知道 推荐用这种 drop user 直接写上老王 你那个机器名是什么呢 把这个直接删掉就可以了 听得清楚了吧 接下来老王就从这个表里边就真的删干净了 而且它的权限也会被删了 好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了 基本上就说了这些 那最后说一点 root账户忘了呢 就是root的密码忘了呢 别担心是吧 来看这个就知道了 这个一点可以去看看啊 一般也轮不到我们来管理啊 root账户 所以说别 你懂了是吧 别这个瞎掏心了是吧 瞎掏心了 但是万一呢 就看这个 一般 root密码是可以重制的 root密码是可以重制的 所以说你千万不能让别人连程链接 要是连接成功了 接下来这个 root就重制了 一般呢 密码要设置得很强悍 不要让别人猜出来就行了 好了 账户权限 基本上就说完了 保证一个目的 开发者在开发的时候 不会因为拥有所有权限 而导致数据被删了 就这么个目的 好了 权限了 咱就说到这